有人问复合肥能不能和水一起充施使用 好比我身后,这是我们的浇水施肥系统 我们复合肥就是和水一起使用的 这个是我们浇水用的水,一个沉淀罐,沉淀池 沉淀以后呢,然后紧接着再配上我们看到吗,三个罐子呢 是加入的不同配方的复合肥 然后通过施肥机,供合以后一起输送到我们这个番茄、辣椒、黄瓜上面去 这就是水肥一体化,常见的一个肥料和水一起用 那么具体呢,有些朋友说啊,这个复合肥能不能和水一起充施用 这个一看就会明白了吧 实际上原因呢,很简单 严格来说呢,这个复合肥啊 实际上它是分为颗粒状和粉状 这是一种分法 另外一种呢,就是分为这个泉水溶性 还有那个,有部分是摊渣不溶性的 这两种,如果你用的颗粒呢,是全水溶性的呢 你完全就可以和水一起充施用 如果你用的是常规的那种复合肥 好比说里面有很多的不容易水的填充料的那种复合肥 你如果想和水一起用的话 那么你要提前的去溶开 溶开以后再过滤 如果做不到这种地步呢 还是只能是采用勾施,学施,挑施 或者是做底肥去使用 所以说呢,复合肥呢也分了很多种 当然呢,这个使用方法也有很多种 本身呢,这个肥料的原理啊 我们施肥的原理一定要记住 肥料永远是跟着水走的 你掌握这个原理以后 你就不会纠结啊 我这个复合肥能不能和水一起充施食用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